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学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几则引人注目的新闻 首先,斯坦福大学宣布将其篮球场 以及一个助理教练职位 命名为长期女子篮球教练Tera Vandereer的名字 以纪念她近40年来对篮球项目的贡献 接着,我们看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800多名师生 联名要求校长因处理亲巴勒斯坦学生抗议活动不当而辞职 另外,在英国,多所大学的校长向财政大臣Rishi Sunak 表达了对于非学生激进分子渗透校园抗议活动的担忧 担心这会引发校园内的分裂和矛盾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这个充满变革和挑战的时代 大学校园成为了社会动荡和文化变迁的前线 从斯坦福大学对其篮球场和助理教练职位的重新命名 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ACLA教职员对校长的不信任投票 再到英国顶尖大学对校园内非学生煽动指的担忧 这些事件反映出高等教育界正在经历的深刻变化 首先,让我们转向斯坦福大学 一所位于美国加州的世界著名学府 根据Yahoo US的报道 斯坦福大学近日宣布将其篮球场在Mapples Pavilion重新命名位 Tierre Van Der Veer Court 以表彰长长期担任女子篮球队主教练的Tierre Van Der Veer Vander Veer教练在该校度过了将近40个赛季 并在大学篮球界拥有45个赛季的教练生涯 她是男女子NCAA一级大学篮球中胜场最多的主教练 共获得1216场胜利 在她的带领下 斯坦福大学女子篮球队35次进入NCAA锦标赛 14次进入4强 并且三次夺得NCAA冠军 这座篮球场将于11月的一场比赛中正式揭幕 届时将对Vander Veer进行官方致敬 然而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ACLA情况则大相径庭 Guardian报道称超过800名教职员要求校长辞职 原因是对清巴勒斯坦学生示威者的反抗者 发动攻击以及上周对加沙团结营地进行的暴力警察突袭 数百名教授和其他教学人员集会递交了一封信 支持从事清巴勒斯坦活动的学生 要求校长Jean Block立即辞职 并进行对Block的学术参议院不信任投票 在英国 校园内的抗议活动也引起了顶尖大学校长的关注 根据Telegraph的报道 这些大学表达了对非学生煽动者 渗透进加沙冲突相关抗议活动的担忧 校长们警告说 极端团体正在这些示威中挑起分裂 这一问题在与财政大臣Rishi Sunak的会议中被提出 会议是在剑桥大学拒绝清除国王学院外草坪上的清加沙营地之后召开的 这些抗议活动已经持续了五天 导致人们对日益增长的反犹太主义和对犹太学生的恐吓感到担忧 这些事件揭示了当今高等教育界面临的多重挑战 无论是通过对杰出人物的荣誉命名 还是对社会正义议题的直接回应 大学正在成为社会变革的舞台 这些变化不仅反映了校园内部的动态 也映射出更广泛的社会和文化趋势 随着大学社区继续导航这些复杂的水域 他们的行动将继续塑造学术界和社会的未来走向 在一个充满悲伤和惊恶的早晨 一条最后的短信揭开了一段不幸故事的序幕 来自Yahoo!US的报道中 我们得知了一位名叫Ashlyn Couch的女子 她是四位在2022年 在他们位于校外家中 被发现遭多次刺伤致死的爱达河大学学生的前室友 这四位不幸的学生 分别是21岁的Madison Morgan和Kelligan Calves 20岁的Zana Cardinal及其男友Evan Chapin Couch回忆起 当他得知学校附近发生了一起怀疑的谋杀案后 他给这群朋友群发了一条短信 询问他们是否有人听说过Maddie的消息 我记得我给他的最后一条短信是 你还好吗 那一刻我就有种不祥的预感 而在体育领域CBC的报道 揭示了多伦多阿贡特队的四分位Chad Kelly 在遭到加拿大足球联盟CFL暂停资格后 仍然出现在参加新手赢的场地上的情况 尽管Kelly应违反联盟的性别基础暴力政策而被暂停 但她被允许出席训练 只是不能参加任何练习 Kelly这位上一赛季被评为CFL最出色球员 被要求进行机密评估和咨询会谈之后 联盟才会考虑恢复她的资格 政治简报方面The Globe and Mail的报道 关注了沃泰华市长Mark Sutcliffe 对于首都中心区域空洞化问题的看法 Sutcliffe表示 尽管他从未向联邦政府游说 要求公务员回到办公室工作 但他确实认为解决中心区域空虚的问题迫在眉睫 他指出 与其他城市相比 沃泰华的复苏进程更为缓慢 交通使用量仍比疫情前低30% 这种缓慢的复苏 与联邦政府让员工继续在家工作的决定有关 Sutcliffe提到 如果联邦政府出售大量建筑物 转位住宅 这可能会影响到来核心区工作的员工数量 这些故事 从一条令人心碎的最后短信 到运动场上的争议 再到政治领域 对城市未来的担忧 共同织就了一幅多彩多姿的当代社会景象 每一个事件都反映出我们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和争议 无论是处理悲剧 运动道德问题 还是城市发展策略 都需要我们共同深思熟虑 寻找最佳解决方案 在时尚界中 Travis Scott的独特风格和音乐才华 早已让他成为了一颗耀眼的明星 而现在 他的影响力又将透过一双鞋子 扩展到了球鞋文化中 根据Yahoo!US的报道 Travis Scott的签名球鞋 将于5月10日进行更广泛的发售 这款名为 Jordan Jumpman Jack University Red的球鞋 此前仅在4月份 向休斯顿地区的人们开放购买 这次 球鞋爱好者将有机会通过Scott的官方网站 以200美元的价格 购买到这双极具特色的球鞋 而在另一边乡 社会运动的浪潮也在持续发酵 根据Associated Press的报道 连接到以色列 哈马斯战争的抗议活动 已在美国和欧洲的大学校园中发生 在波士顿 学生们在至少5个校园中设立了营地 包括麻省理工学院 MIT 东北大学和哈佛大学 在MIT 抗议者要求校方终止与以色列国防部的所有研究合同 周四 警方在抗议者封锁了MIT校园的一个停车场后 拘留了机人 这场抗议运动大约三周前在纽约市的哥伦比亚大学开始 此后迅速蔓延到全国的大学校园 导致超过2500人被逮捕 在政治领域 北达科他州正试图让美国最高法院重新审视一项关于重新划分选区的决定 这一决定涉及到创建涵盖两个美国印第安人保留地的众议院子区 根据Associated Press的报道 该州呼吁最高法院维持这一裁决 但理由是种族不是主导因素 批评者认为这一举动可能对投票权法案构成攻击 这些事件反映出社会的不同面貌 从文化到社会运动 再到政治层面的辩论 展现了当代社会的多元和复杂 无论是Travis Scott的球鞋发售 还是大学校园中的抗议活动 亦或是北达科他州的选区 重新划分争议 都是当下社会动态和文化趋势的一部分 反映了不同群体 在追求自己目标和价值观时的活力与挑战 在近期的新闻报道中 我们发现了一系列引人深思的事件和分析 这些内容不仅仅触及了国际政治的敏感话题 还深入探讨了全球经济未来的可能走向 从BBC未能纠正学生关于以色列的错误言论 到大型银行对气候变化影响的分析 再到全球经济格局的重大转变 这些报道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多面向的视角 帮助我们理解当下世界的复杂性 电讯报报道了 一起关于BBC如何在一次采访中 放任一位钦巴勒斯坦学生 错误地声称 以色列犯有 可信的种族灭绝罪 这一言论 在BBC的Radio 4的Today节目中 未受质疑 且BBC表示不打算发表更正声明 而国际法院的一位法官 在BBC的另一次采访中明确指出 这并非法院的裁决 这一事件引发了人们对于媒体责任 和信息准确性的广泛讨论 同时也加剧了关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冲突的敏感情绪 在雅虎美国的报道中 我们看到了六家美国大型银行 如何完成了对气候变化影响的分析 这些银行发现 在最严重的气候冲击情景下 他们在东北部的20%至50%的商业 和住宅房地产贷款将受到影响 而且这些贷款没有保险覆盖 能够抵御一次200年一遇的事件 包括飓风、洪水和野火 这一发现 凸显了气候变化对金融行业的潜在风险 同时也表明了 即便是金融巨头 也在努力应对 未来可能出现的极端气候事件 《环球邮报》提供了一种更宏观的视角 探讨了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 杰夫、鲁宾、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 世界市场的前首席经济学家 指出经济制裁在全球贸易中越来越普遍 但产生了意料之外的后果 美国及其北约盟友不再能够单方面的 对世界其他国家施加影响 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入了金砖国家经济联盟 挑战了西方经济力量的主导地位 例如 俄罗斯通过转向亚洲市场 特别是中国和印度 已经使其经济免受制裁的影响 并且实现了GDP的新高 鲁宾强调 西方没有充分意识到制裁对自身经济的反作用 包括由于制裁导致的食品和能源价格飙升 引发的通货膨胀复苏 以及随之而来的利率上升 导致的政府债券市场调整 这些变化导致了欧盟经济陷入衰退 能源成本飙升和利率上升 对欧盟构成了巨大压力 鲁宾的分析指出 制裁正在破坏全球贸易秩序 鼓励经济体向内看 以满足国内需求 而不是专注于自然的比较优势 这种转变不仅发生在受制裁的经济体中 也发生在实施制裁的国家中 他认为 在走向经济站的世界中 供应安全比比较优势更为重要 国际贸易将越来越多地 受到地缘政治考虑的驱动 而不是成本竞争力 这意味着 对于习惯了依赖廉价海外劳动力 带来价格优势的西方消费者来说 世界将变得更加昂贵 这些报道共同描绘了一个 正在快速变化的世界图景 其中包含了政治冲突 经济策略的转变 以及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 在这样一个复杂多变的背景下 个人和国家都需要更加审慎地考虑自己的决策 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不确定性 在现代医学和科学研究的边缘 令人惊叹的新疗法正在悄然兴起 它们可能会彻底改变 我们对于治疗心理健康问题和肠道健康的认知 从电讯报报道的78岁老人体验魔术蘑菇 到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揭示的实验室培养的粪便移植 再到多伦多星报 报道的加拿大体育系统内部滥用问题的调查 这些故事共同描绘了一个 正处于转型中的医疗界 首先让我们探索电讯报的报道 了解一位78岁的老人 如何通过魔术蘑菇找到了心灵的重生 魔术蘑菇中的主要致患成分 赛洛西斌正在被考虑 用于治疗抑郁症、厌食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 PTSD等心理健康状况 最近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上的一项原分析发现 赛洛西斌疗法对老年患者的益处更为显著 尽管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 赛洛西斌疗法对老年人特别有用 但它被认为是安全的 并且不会像其他药物那样影响血压或导致跌倒 赛洛西斌通过激活大脑中的血清素系统 可能会重新连接灰质 帮助患者摆脱无益的思维模式 在临床试验中 赛洛西斌疗法已被证明 对治疗抗治疗性抑郁症和PTSD有效 然而赛洛西斌目前被归类为没有治疗价值的一级药物 这使得进行进一步研究变得困难且昂贵 心理健康慈善机构和政治家们呼吁对其进行飞行式化处理 并使其在国民健康服务体系NHS中可用 接下来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报道 带我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实验室培养的粪便移植 粪便微生物移植FMT也称为粪便移植 已显示出在治疗感染方面的潜力 并且正在探索用于治疗其他状况 然而寻找粪便移植的捐赠者可能具有挑战性 并且存在污染的可能性 因此生物技术公司正在努力创建自己的实验室 培养的超级排便者微生物混合物 以消除对人类捐赠者的需求 这些实验室培养的细菌群落 可以用于下一代FMT中 人类肠道中还有数万亿的微生物 它们积极帮助消化 并与身体和心智的广泛效应相关联 然而当肠道微生物群出现问题时 情况可能会变得非常糟糕 例如抗生素治疗后可能会感染艰难缩菌 这种感染非常难以根除 粪便移植已被发现 比抗生素更有效的治疗这些反复发作的感染 它们还显示出治疗癌症治疗副作用的潜力 通过向群落中添加更高比例的细菌 肠道微生物群可以通过更广泛的细菌种类协同工作来重置 希望这些实验室培养的移植物能够匹敌 甚至超过传统粪便移植的结果 最后多伦多星报的报道揭示了加拿大体育系统内部滥用问题的调查 加拿大体育部长卡拉·库尔特罗夫宣布了三人小组将负责对加拿大体育系统中的滥用危机进行长期等待的调查 加拿大体育未来委员会将包括一位前安大略省首席法官 一位儿童保护和受害者权益专家以及一位前加拿大国家队体育医生 这些报道共同描绘了一个正在发生转变的世界 其中传统的治疗方法正在被创新的替代方案所挑战 无论是通过探索精神药物的潜力 还是通过开发新的医疗技术 科学家们正致力于为患者提供更安全、更有效的治疗选择 同时,加拿大体育系统内部的调查提醒我们 为了保护和支持参与者 体育界也需要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和改革 这些故事展示了科学、医疗和社会、正义领域的进步 揭示了一个更加健康和公正的未来的可能性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多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耶